第1044集 封锁城门 格宇将那只节骨虫给放了出去 让它朝着守卫后面几个士兵飘了过去 很快就钻进了一个人的身体之中 格宇远远地看到那个士兵微微地抖动了一下 应该是被控制住了 随后节骨虫又接连飞到另外几个士兵身边 一一地给他们下了简单的鼓 让他们短暂地失去了意识 确定这些士兵被控制住了之后 格宇才走到他们身边 跟他们站在了一处 身后便是那处大殿 大殿的窗户有些缝隙 格宇正好能够通过缝隙 看到大殿里面的情景 但是此时的大殿之中 真跟电影上演一般 文武百官列立两边 在大殿最中间的一个金牛座椅上 坐着一个微胖却有些威严的中年人 应该是现如今的夜狼王 不同的是在左边占据文臣位置的 并不是真正的文臣 而是一个个修为高深的巫师和祭司 里面这么多夜狼国的高手 格宇不敢盯着去看 只是用眼角的余光去撇 这时候忽然间 有一个巫师模样的人站了出来 跪在地上 诚惶诚恐地说道 大王 祖洞之中大乱 数百僵尸已经离开了祖洞 在城外肆虐 已经有不少人被那些僵尸给杀了 恐怕那些僵尸不久之后就要攻入城内 虽然已经调集一部分人马 阻击那些僵尸 却仍旧是背水车薪 必须要调动别处兵马过来 一同对付那些僵尸才行啊 这么多年来 祖洞之中一直相安无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此时又有一个巫师模样的人站了出来 跪在地上道 禀告大王 布朗将军于今夜捉到几个汉国探子 送入祖洞之内陷阱 却也不知道为何 祖洞之中突然大乱 必然是那几个汉国的探子在作祟 夜郎王的目光 很快落在了右边一个金甲将军身上 很快便有一个人走了出来 格宇看到正是将他们捉来的那个金甲将军 好像是叫布朗 此人从右边的人群中走出来 半跪在地上 语气十分平静地说道 启禀大王 今夜末将的确是捉了几个外域来的汉国探子 第一批是三个人 手段还算不弱 损失了一百多人 才将这几个探子给活捉了 其中一人手中还有一个像是独黄中的法器 本来墨剑想要将此物 敬献给大王 不料正好赶上祖洞之中那些尖祖苏型 二十多人进入祖洞之后 就没有再出来 第二批人也是三个 不过比第一批人实力强了很多 我们这边损失了五六百兵马 才将那三人给活捉 依照以前的老规矩 那些闯入此地的外域人 一律都要送到祖洞里面献祭 末将都是按照规矩办事 至于为什么祖洞之中会发生这种事情 末将也不知晓 或许事情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几个外域人 蹲坐在椅子上的野狼王 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说道 可有人知道 那几个外域人还活着吗 禀告大王 祖洞之中已经成了这般模样 而那些人又被玄体重脸束缚 肯定是活不成了 当务之急 是要阻止事态继续恶化下去 现如今 依旧不断有僵尸 从祖洞之中跳出来 末将已经调动大军去了城外 还从鸡鱼的部落 调动大军朝着这边赶来 不能让祖洞中的那些僵尸 再继续杀人了 布朗将军又到 野狼王满意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又说道 被困在云王崖的那几个人 活着了没有 此言溺出 整个大殿之中 顿时鸦雀无声 等了片刻之后 见没有人回应 野狼王重重地拍了下座椅 趁声道 都成笼子了 还是哑巴了 话声一落 紧接着一个巫师打扮的人 站了出来 骑兵大王 由东卡将军甩中围攻 英王牙的那几个汉国探子 如今已经过去了许久 仍未攻下 我方每隔几个时辰便朝英王牙发气冲锋 却次次被对方打退了下来 那几个汉国探子实在是太难缠了 到如今 我野狼大军已经损失了两千千人 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 连四个人都拿不下 我野狼大军弹劾复国 一本王令 即日起 再派一万大军过去 另外 再派大集司丹波 带领五十名高手 天亮前 务必将这几个汉国探子拿下 那野狼王怒声说道 此言一出 众多大臣武将纷纷跪拜 口中大呼 大王万岁 听到这里 格宇倒吸了一口冷气 现如今 李半仙他们已经是岌岌可危 他们被野狼大军围困在英王牙 已经几天几夜 当然 这都是按照外面的时间来推算 野狼这个地方 夜晚比较长 一个黑夜相当于外面的七八天那么漫长 如果夜狼再派一万大军 然后还有那么多高手过去 李半仙他们肯定是撑不住了 必须要赶到夜狼增援的大军过去之前 将李半仙他们给救出来 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想到这里 格宇收回了视线 快步离开了这里 来到大殿前面的广场上 黑小色他们就在广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四个人一动不动的站在那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站岗 格宇快步走到他们身边 他们几人也是担心的不行 看到格宇折返回来 连忙问他听到了什么事情 格宇将一浪王打算 增兵围剿李半仙他们的事情一说 几人不由的也是心中一沉 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当务之急便是尽快离开这处宫殿 然后想办法去英王牙 看看能不能救出老李他们 一行人简单的商议了一下 便快步的朝着外面走去 走到宫门口的时候 同样有很多士兵在把守 当他们几人要出去的时候 负责守卫的几个士兵 很快就朝着他们这边走了过来 估计是想要离开宫殿的士兵 是需要什么守谕 或者是守续什么证件的 他们几个人自然是没有 由于着急离开 格宇就没有再顾及那么多 直接一拍聚灵塔 放出十几个老鬼来 不等格宇他们走到宫门口 那十几个老鬼就附身在了 那些士兵的身上 将他们给控制住了 如此 几人便大摇大摆地走向了宫门 一到外边 但见城中是乱糟糟的一片 一匹匹的人马 朝着城外的方向击翅而去 原本平静的街道 顿时击飞狗跳 很多小商小贩 多闪不及 被路过的兵马 弄得乱七八糟 刮过犁头 撒了一地 如此看来 那阻动的方向的确是闹出了很大的阵仗 不断有兵马朝着那边支援 他们五人凭借着记忆 朝着城外的方向走去 当初他们就是从城外的方向 压解过来的 小月 咱们也不知道 那英王牙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要找个人梦门 一郎人都十分警惕 一旦张口问英王牙在什么地方 就容易暴露我们的身份 咱们还是先出了城再说吧 现在城里乱糟糟的一片 咱们刚才在那所宫殿里 控制着那么多的士兵 待会儿 说不定更乱 在几人出城的时候 不断有一批一批的夜狼人 骑着脚马 朝着主动的方向而去 城内的老百姓 好像也得到了什么消息 纷纷四散而逃 格宇加快了脚步 在慌乱的人群之中奔行 不多时就到了城门口 城门口处 有士兵在把守 格宇他们几人来到城门口的时候 那些人正打算关城门 估计是害怕那些主动的僵尸 进入城内 守城的士兵一看到 格宇他们走了过来 便又一人招呼道 皇城的兄弟 我们接到了上面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出城 现在就要封锁城门了 他们几个人身上穿的 都是金色的盔甲 而这些守城的士兵 应该是普通士兵 穿的都是黑色铠甲 这些士兵将格宇他们 当成了皇宫里边的人 原本格宇都已经想好了 打算将聚灵塔中的老鬼 放出来几个 控制住他们 不过听他这般说 就很快改变了主意 板着脸说道 滚开 我们奉布朗将军的命令 出城有重要的事情去办 耽误着大事 小心你的脑袋 那士兵十分的警惕 扫了格宇他们一眼 小心翼翼的诱导 不知道布朗将军 让几位大哥去做了什么事啊 属下并未得到上面的命令 所以 你好大的胆子啊 军机大事 难道还要向你一个小喽喽 汇报不成 再啰嗦 我们就砍了你们的脑袋 黑小色上前一步 将腰间的刀给拔了出来 下的守城门的士兵 全都往后退了一步 刚才那个上前打招呼的士兵 连忙拱手道 几位大人海寒 小的也是奉命办事 这就打开城门 让几位大人出去 说着那士兵便招呼着 其余人打开了城门 几人很顺利的便走了出去 只是当他们刚刚出了城门不久 那城门就重新关闭了 阻动的方向在这座城的西边 而他们离开的方向在东边的城门 之所以封闭城门 估计是担心那些阻动之中的僵尸 闯入城中打开杀戒 可是要面对那些僵尸 只是封闭城门是不管用的 其余的僵尸还好说 那些城经尸可是身体灵活啊 行动起来 有时候啊 能够跟庇护游墙一般 贴着山洞顶部行走 这城墙哪能够挡得住他们呀 夜狼人这完全是在玩火自焚 僵尸这种邪物 岂能说是说养就养的呀 养个十个八个还好说 一切都在控制之内 几千具僵尸养在祖洞之中 一旦出现了变故 那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尤其是那不灭尸被干掉之后 这些僵尸就更加不好控制了 一行人出了城 往前走了七八里路才停下来 因为走到这里的时候 格宇感觉 聚灵塔跟留在王城之中的那些老鬼的联系 开始变得微弱起来 格宇正想着将那些老鬼全都给收回来的时候 黎泽剑却上前一步 拉住了他道 小月 让那些老鬼将附身的士兵全都杀掉 格宇有些不解地看向黎泽剑 问他啥意思 现在夜狼国越乱对我们越有利 祖洞那边僵尸触摸 如果王城里边 一下子突然死了那么多人 王城之内也会跟着打乱 说不定整个王城之内都在寻找杀人凶手 就无暇再顾及到我们这边了 而且也会影响到他们发兵到鹰王牙的速度 所以那些人必须杀 禅木大师眉头微醋 显得有些不忍 出家的大和尚自然是慈悲为怀 不忍杀戮 不过禅木大师最终 什么都没有说 他知道这样做是为他们几个人着想 是对他们非常有利的 那些老鬼已经控制住了那些士兵的身体 想要杀他们很容易 只需要将他们的神魂吞噬掉 那些士兵当即便会蹊跷流血而死 格宇点了点头 通过聚灵塔给那些老鬼发了命令 当命令下达出去的那一刻 被老鬼附身的王城之中的士兵开始一片片倒在地上 哼都没哼一声便蹊跷流血而死 从一具具尸体的天灵处飞出了各种严肃的气息 静止朝着东城快速的飘飞而去 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等有人发现地上躺着的那些士兵的尸体的时候 整个王城顿时大乱 从城外开始有骑兵直接进入王城之内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夜狼王星霸的耳中 顿时是震怒不已 命令王城之内所有的士兵开始在城内寻找杀人凶手 掘地三尺也要将人给找出来 还出动了城内的巫师和祭司一同寻找 欢迎来到听书网 听二二点抗目 本集播讲完毕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